记者红素京台北报道,白云和NANA的成长们昨日在NANA道歉大会后又先高潮,所NANA开记者会向白云,白云小孩,自己的父母,自己的公司致歉,有人替NANA抱不平,有人觉得NANA炒新闻。 据苹果报道,NANA曾是狼祖云的表演学堂学生,金狼祖云在脸书力挺NANA,怒批男人经常是老婆的时候色版包天,要说分手,二次鬼作不如数,次番金语仪四岸凤白云,狼祖云资料照记者陈一宽舍,狼祖云在脸书上换文说,NANA依的认真单纯的女子远度重洋来台湾寻求一个表演的舞台。 狼祖云在曝NANA因为单纯加上人生的不愁,她听进某位前经纪人的巧言,杂杂积蓄和一部分跟家里借的钱录制专辑,结果就是被骗。 她出的前歌曲版权还拿不到,狼祖云发文挺樱花妹翻设自狼祖云脸书。 至于NANA召开道歉大会,狼祖云大胆预测是NANA不该误信有人用错了方式,这所谓的有人居心叵测啊,是她想踩别人想哄吧,引发争议。 狼祖云探台湾没有女人跳出来为这个情商的姐妹,认为女人说几句安慰的话,反倒是引来男人戏虐,粗鲁的评论,让她抱气喊真是够了。 狼祖云在替NANA抱不平,下论男人经常是聊拨的时候色版包天,要说分手二字,归作不如数。 认为男人时常还两手一堂把问题丢给女人去处理,这叫用情以身的人,情何以堪,真心真情换来一句她想哄吧,到底谁该跟谁道歉啊。